那治安到底怎么了 竟然在光天化日 在老赖的内湖 发生随机鲁童事件 最离谱的是 警察呢 在第一时间抓到人了 又把他给放了 放了之后呢 民众很惊恐啊 父母吓得要死啊 小孩怎么办呢 不敢单独外出啊 因为民众很惊恐 警察又抓了人了 现在说强制送医了 这是在玩警匪抓抓放游戏吗 好 同时再见啊 带你来关心的是 不是说房地产景气不好吗 但现在竟然发生了 疑似房产诈骗事件 前黑色味妹妹的 强强以及强强拔 他们说他们被代数骗了 而这个代数呢 竟然是假买卖真诈财 而且受害人数超过十人 真相到底是什么 强强以及强强拔 在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 要为你理清真相 好 我刚才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人社会记者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人媒体人许秀梅 大家好 邀请到房产专家四位 大家好 以及这一次怒控 这个代数在骗人的 前黑色味妹妹强强 好漂亮 以及强强拔林茂树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邀请到前市行大 争议队队长唐国强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 让民众人心惶惶的 随机乳酮案 竟然就发生在 光天华日 而且热闹的内湖街上 帽子男叼着烟在店家门口 东张西望 下一秒他看见一对母女经过 竟伸出手一把抓住女童书包 小女童整个人被拉起来 直接女童妈妈拼命拉住女儿 但帽子男怎么样都不肯松手 最后甚至两手抱住小女童 直到有民众上前贺阻才放开 这时妈妈赶紧把女儿拖走 我后来尖叫 尖叫完之后 后来我又喊了救命 才有路人过来帮忙 当下她抓我女儿的时候 勒她脖子的时候 其实我脑中闪过的是小灯泡事件 回想当时情况 妈妈不禁哽咽 发号晚间六点 她接女儿下课 走在每天回家的路上 没想到却发生这样恐怖的事 事发后 帽子男看见 越来越多民众聚集 立刻背起大包小包想离开 甚至走上前 跟其他人吵了起来 最后趁其逃逸 当时男子就是在民权东路 六段这边闲晃 疑似在寻找目标 没想到看到妈妈 牵着小女童立刻冲上前 当时帽子男先是强拉 年仅七岁女童 接着环抱掳人 女童连鞋子都脱落 可见男子力道之大 幸好四名正义民众 赶紧劝阻帮忙报案 我很怕他拿出凶器 去伤害我女儿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恐慌 这样子的环境 真的会让家长 很不放心小孩的安全 证明周姓男子33岁 在隔壁社区豪宅 担任外聘游泳池救生员 店家透露 时常在附近闲晃 事发后 已经被禁止进入社区 男子到案后 向警方表示自己认错人 目前被寒送法办 只是在大庭广众下 竟然发生当街鲁童案 已经造成附近住户 人心惶惶 三约是郑永龙 在台中谈不到 不只是附近的住户 人心惶惶 连这一位鲁童的男子 曾经出没的三峡的父母 也人心惶惶 全台北市的老百姓 以及父母都很担心 所以女童的母亲说 她第一时间脑海中 散过的是小灯泡事件 她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 但我们的警察 为什么抓了房 放了又抓 甚至叫所有的附近店家 都不要提供坚实起画面 现在在今天小会 到底要带你来关心的 当然是 这一起非常惊悚的 随机鲁童事件 为什么说要惊悚呢 我们如果看到那个画面 那11秒钟的那个拉扯 有人形容 那真的是所有的父母的心 都要被撕碎了 第二呢 它是在光天化日 这个画面看得出来 因为现在是夏天 傍晚6点钟 天还很亮 光天化日就在大街上 而且是随机乳童 看到这个画面 只要家里面有小孩的 有那个幼童的 真的 真的怕死 以前乳童都是 躲躲藏藏 趁人家不注意說牆拉進車或怎麼樣 這個竟然就在光天花日下 這個地方在六點多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密集住宅區 很多人在這邊進進出出 他竟然 這個抽菸男的畫面裡面這個周星男子 他本來是站在旗樓下面在抽菸 可是你知道嗎 當這個媽媽 帶著這個小女童過去的時候 突然就拉著他後面 好像在抓小雞一樣就拎著這樣 我們看到那個畫面小孩有一度 還是懸空的 被他幾乎是抓起來的 對 所以他拎著之後他媽媽要把他拉回來 很恐怖耶 所以兩個人 就在那邊拉扯 幸好那個時候 有很多見義勇為的那個民眾 趕上前去就指責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他才放手 不然這個真的叫Q他 更可惡的是這個男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游泳池教練耶 對 他就在這個社區裡面擔任這個游泳池 你知道很多游泳池教練都教小朋友游泳 對 很多小朋友 而且現在是暑假期間 對 這樣的人教小朋友游泳 你不覺得很恐怖的嗎 不是後來那個案發之後啊 就很多媒體記者跟什麼採訪嘛對不對 那當然是第一時間 因為台灣現在很多監視器畫面嘛 那直接就跟這附近的店家講說 你聞聞監視器畫面好聞嗎 他們竟然講說警方要求這些店家 不可以把這些監視畫面給大家這樣 那就是警察要息事寧人嘛 對啊 你也這樣質疑嘛 對不對 當然啊 為什麼不提供監視器畫面呢 後來啊 你知道第一時間提供畫面的時候 警察是要求我們一定要馬掉的 所以就有名嘴說 那你把他的臉馬掉 你是在縱容他嗎 你是要等著他犯案之後再來抓嗎 是不是有可能有下一個這樣的乳童訓練在發生 民眾根本沒有辦法預防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後來大家才知道說 喔 原來這個男的問題很大 這個警方辦案 說實在是非常沒有經驗啦 他後來說 大家覺得說 這不是沒有經驗 這是非常誇張 對 你第一時間要求大家不可以提供監視器畫面 這樣是要這樣去抓人 不是 就是要等一個方案再來處理 沒有啦 第二件 第二個質疑的地方就是說 就是要息事寧人啊 你徵訓完之後就馬上寒送嘛 對不對 後來大家就知道說 為什麼你要大家不能提供監視器畫面 因為警方在辦案的時候 知道這個周姓男子 他有兩度思覺失調症 被強制就醫的紀錄啦 所以他當然說 這是弱勢團體嘛 這是思覺失調的人嘛 你不可以那個監視器畫面 這樣還要看我喔 對 為什麼說警察這樣更可惡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他兩度強制就醫 你知道他有思覺失調的問題 你在第一時間 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剛剛的畫面是發生在8月8號 那你在第一時間 8月8號 在民眾幫忙之下抓到人囉 你竟然把他給放了 那你把他給放了 你不怕他再犯案嗎 警方他辦案的爭議在哪裡 你知道 你知道他有兩次思覺失調 強制就醫的紀錄 他有沒有領友殘障手冊 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竟然他是思覺失調 被強制就醫紀錄的人 你有沒有通知家屬陪同 對不對 那更誇張的是一點 那你有沒有通知社會局相關單位 更誇張的 你有沒有通報社會局衛生局 對不對 那你都什麼這些事情 不知道你有沒有做 都沒有做 然後又不提供解釋器畫面 對 那你就是等著一方面其實是你的 另外一方面 等你再走這裡來講 所以他被放走了 是不是心態 他如果沒做就沒事情了 韓宋之後就直接讓他走了 對不對 那走了之後警方開始覺得不對 不是 警方沒有覺得不對 對 讓他走了之後 這個消息有民眾知道了 民眾嚇壞了 對 民眾就開始在群組說 你知道最近有一個魯同案 然後這個人是怎樣怎樣 哇 曾經在三峽出 哇 曾經在哪裡出 哇 曾經在哪裡出 民眾嚇到不行 是因為民眾的驚恐和輿論的壓力 結果警察又去抓人了 而且怎麼抓人 是在叫他前老闆把他給約出來 約在台大醫院的服務台 等於是把他調出來了 那你如果今天要抓他 前天為什麼要放他 因為警方 那你前天放了他 你今天又抓他 你的標準是什麼 不是 因為警方在這個案子 他放了這個人之後 因為所有的群組啊 媒體群組啊 對不對 媒體啊 討論區啊 或者是輿論壓力下 那警方就覺得不對 他就開始深入辦 辦了之後你看 就是今天嘛 今天是二度抓他喔 對 我們今天就看到說 欸 他竟然跟他的 他查到說他跟 好 之前在台大 台大據說後來警察 喔不對 喵頭不對了 被罵得很慘了 對 民眾很恐慌 再找他的前老闆 把他約出來 約在畫面上 你所看到的這個台大服務台 台大醫院服務台 然後等於是把他調出來之後 再把他抓了 抓了之後呢 現在再把他強制送醫 那你在8月8號 那一天抓到他的時候 為什麼不把他強制送醫呢 那一天為什麼縱放呢 那放了之後 為什麼今天又再抓呢 所以就跟你講說 警方覺得不對的時候 他開始深入調查之後 發現他的LINE的群組 跟他的朋友裡面 有一些通聯 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通聯 這個人有多恐怖 重要是說 他的朋友跟他講說 你上新聞了對不對 你在幹嘛 你知道嗎 這個周星男子說 被腦控了啦 他說小小星秘密實驗 他在做秘密實驗 他為什麼抓女童呢 他說他自己是被腦控了啦 然後朋友問他腦控是什麼意思 你認識那小女孩嗎 他就連結了新聞給他朋友看 連結的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腦控新聞 什麼樣的腦控新聞呢 就是不用裝晶片 透過什麼設備 就可以控制一個人的腦波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甚至於他在這個新聞裡頭 還講到說 被腦控之後犯案 沒關係 無罪 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種腦控 這個最近一些說法很恐怖 你知道嗎 包括我們之前記不記得 在那個台南那個湯姆熊 那個曾文青隨機殺人案 把那個男童殺了之後 他就是說他被腦控 對不對 現在很多人都說腦控 腦控是什麼 是一種無形的武器 他不用裝晶片 他就用一種意志力 或者怎麼樣去控制你 包括說 你們現在觀眾看到我 現在要講話你要小心 因為有人在網路上點名說 我在對你們腦控 我在節目上講話 就是在對觀眾講腦控 其實這種都是很奇怪的說 那他們說他們被腦控了之後 犯的案就會無罪喔 因為這個是思覺思條的一種 對不對 那他都知道 他只要說他被腦控犯案會無罪 我們還可以用這樣的理由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包括你看之前我剛才講過曾文青 還有王景玉有沒有 這表示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甚至知道他做了就會無罪 那我們法官還用這樣的理由 來判他無罪 因為他有就醫紀錄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很多人講說 我現在去便宜 去看一個精神科 或者什麼東西 我看了我哪有就醫證明出來的時候 我來說我走路要走 有什麼 因為我帶人沒罪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講說 露到人不用悔心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包括你看之前的曾文青 還有後來王景玉 王景玉那時候講說 他是姚弟 對不對 上天有給他指示 說他要去殺人 對 他也是腦控的一種 那之前台南還有一個叫做李靖 也說他被腦控 他就是拜邪教 弄一些佛牌 有的沒的 可曼彤那個 拜到最後他把那個小孩子殺死之後 他說要還魂 把那個小孩子還弄到家裡面弄成乾絲 你看 所以這些腦控的案例 果然這些人都沒有被判死刑 所以他你看 當這個 有人在問他的時候 他說他被腦控了 欸 警察嚇到了 這種東西 如果沒處理 到時候真的還要殺人 因為他寒送 他沒有深入偵辦 他也沒有通報社會局 也沒有通報衛生局 那更恐怖的是阿關 那警察在創傷了 對 剛才阿關就講到一點說 這種人很可能馬上又再放案 對 你把他放出去讓他在 我們台灣爬爬爬 因為思覺思調 你如果沒有一直按照時間去就醫服藥的話 說實在話 他什麼時候要發作不知道 而且說真的他是真思覺思調 還是假思覺思調 好啦 我們就當作他是真的好了 當作他是真的也很恐怖阿 他現在已經在發作了不是嗎 你看他跑去游泳池 就在當救生員 甚至還可能教小孩子游泳 對不對 他每天跟這些人 到底是 他哪一天抓起來要怎麼辦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那他已經強制就醫過兩次 他還可以當游泳池教練 因為他不講的話 他還可以教小朋友游泳 他不講 你也不知道他是思覺思調 我們的社會局 我們的相關單位 都沒有任何的追蹤烈案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社會局啦 衛生局啦 你明明知道他有思覺思調的 就醫紀錄的話 你有沒有後續去追蹤 有沒有去看看他 你最近警察被抓起來 所以到最後變成怎樣 神經病在做什麼頭路 你也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到最後就像王景玉那個法官講的 欸 在法庭上頭跟你說 你要吃油 你要看醫生 你邊這裡好喔 但是怎麼樣 在這個政政啊 他發生的事情 他把政策抓起來 他跟台師講的孩子 好 從這個案子我們發現 我們的安全防護網 社會安全防護網 到處都是漏洞 我們看到了 我們治安裡 維護我們最重要的防線的警察 是怎麼樣的草率辦案 竟然可以人抓了放放了再抓 而且要求不要公布監視器畫面 就表示他知道這個人是有問題的 他知道他有問題 還把他放走了 因為輿論的壓力又把他抓回來了 這不是很荒謬嗎 所以現在很多家長真的是就歡樂 真的是所有的父母都人心惶惶 不知道什麼時候在街上 我們的小孩會被人抓走 小燈泡事件余計猶存 現在又發生了隨機辱通 今天這個案件的發生 在台北市也不是第一件 在去年五月的時候 在北投地區 在某個安親班的下課期間 就發生一對兄妹 在等媽媽的坐車來的時候 突然來了一個怪伯伯 摸哥哥的小腿 甚至想要幫他穿鞋子 摸小朋友的鞋子 那是不是小朋友就很緊張 趕快還好剛好這個時候 所以那時候小朋友很多 對很多很多 但是也許老師 那時候是放學時間 也許老師沒有看到 剛好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怪伯伯走過來 突然就靠近小朋友 突然靠近來 然後要摸這個哥哥的小腿 然後這個兄妹有沒有 趕快跑過去 是一對兄妹 看到媽媽來了趕快跑 好 想不到這個怪伯伯 竟然也追過去 好恐怖 我們烈出去 烈出去準備說 我們還要開車門 所以這次又再度發生 隨機乳童案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到底怎麼樣把破洞補起來 是有關單位要重視的 設計 我們來改動 我們來改動 我們來改動